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曾毅从卫生厅回来 就见袁文杰从路边的一辆保时捷跑车里走了下来 这袁文杰以前没觉得自己有病 可那天让曾毅一指出来 他就觉得浑身都是病 哪儿都不舒服 尤其是心脏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只有把手放在胸口 感觉到心脏那墙里有节奏的跳动 他才睡得着 而这几天 袁文杰也去看了几个大夫 可谁也说不清 他这穿心痣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只要用曾毅说的办法去做 照样还是痛得厉害 而别的人 而别的人 却不都会有这种感觉 袁文杰更加以为自己得了病 晚上连续做噩梦 甚至都梦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等不到曾毅来找他 就向顾迪打听清楚曾毅的住址 然后追上门来 虽然等的是一肚子火 此时见到曾毅本人 袁文杰却不得不装出个笑脸 曾大夫 你可让我好等啊 哦 不好意思 我上午在卫生厅开会 来来来 请进 我这里有些简陋啊 曾毅解释了两句 过去开了门 袁文杰一进门 就先闻到一股子中药味 他微微有些皱眉 不由得说道 你这里还真的是很简陋啊 曾毅心想 这个袁文杰也真是狂得可以啊 身为主人可以客气客气 说自己家简陋 但是你一个客人要是这么说 那明显就是目中无人了 这两天 曾毅也打听到了一些 关于飞龙建设的事情 他们拖欠材料供应商的料钱 科扣劳务公司的工钱 追打上门讨薪的工人 组织打手强拆居民楼 坏事做尽 造出来的还是豆腐渣工程 因为工程质量 飞龙建设被起诉了好几次 但每次都判袁文杰无责 倒霉的还是底下的二手承包商 袁文杰的父亲袁公平 不过是个副省长 这袁文杰就已经如此不知忌惮 听说袁公平最近正活动着 要再进一步 如果他真当上了省长 这袁文杰还不知道 要嚣张到什么程度呢 曾毅抬抬手 示意袁文杰随便坐 袁文杰拿手扇了扇药味 找了张椅子坐下 然后直奔主题 曾大夫 客气话我就不要说了 今天我来呢 就是要找你看病了 曾毅笑了笑 袁总这个病 其实不需要治疗的 只要平时注意修身养性 不要动怒 病可能终生都不会发作的 袁文杰不信 就算相信 也不可能让自己身上留着这么一个 有发作可能的病根 曾大夫 就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了 你就说能不能治吧 需要多少钱 你说个数 曾毅知道 自己越是这么说 袁文杰就肯定越是要治 也罢呀 既然你小子非要治 那我就给你好好的治一治 钱的事不值一提 花不了几个钱的 提前多上感情啊 听到这话 袁文杰心里一阵舒坦 算你小子实相 就算你是方书记的保健医生 那又如何 还不就是个医生吗 在这荣城 在这南江省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给我袁大少治病呢 你能给我治病 那是你的荣幸 就听袁文杰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让曾大夫白辛苦的 只要治好我这个病 好处少不了你的 这病好治 只是药不好吃 恐怕袁总要忍耐几日了 袁文杰一白手 无妨 你尽管配药 配出来我就敢吃 跟小命比起来 几副药算什么 在袁文杰想来 这药不好吃 顶多也就是药比较苦罢了 自己多喝两口糖水 也就解决了嘛 曾医笑了笑 那我把药弄好之后 给你送过去 不用 到时候我叫人来取 袁文杰没想到事情 竟然这么顺利就解决了 早知道如此 自己就不用等这么久了 倒是高看了这小子呀 大概是那晚维奈斯之后 他也该打听清楚 知道我袁大少是个什么人物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袁文杰也不再耽搁 就驱车离开 曾医泡了杯茶 从木箱里翻出爷爷的笔记 坐在那里看了起来 过了不久 门口传来一声贺问 是这里吗 曾医抬头去看 发现门外站了两个人 都是剪着贴头皮的短寸 当前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两道剑梅带着煞气 不怒自威 手上青筋争鸣 一看就是恐无有力之人 而另外一人也很彪悍 不过此时一脸蜡黄 笔直地站在门口 身子却是微微有些打颤 就见他对着诊所点了点头 两个人就一起走了进来 看到曾医 前面那人就问道 你是这里的大夫 哦不错 要看病吗 啰嗦 不看病谁来诊所 那人一指后面那汉子又说道 这是我兄弟 病了 你给看看 看好了 有钱给 看不好 拳头伺候 曾医一听就说 不好意思 他的病本人不治 你们另请高明吧 那大汗一拳砸在桌子上 你敢不止试试 曾医一抬手 门在那边 请便吧 这两个人一出现 曾医就看出来了 那个脸色蜡黄的 应该就是前几天夜里摸进诊所被自己一拳打伤的家伙 他被自己伤了费精 此时身体微微打颤 那是在竭力克制住不想咳嗽 这个病越咳就会越严重 这家伙直到现在才来 怕是开始都咳出血了吧 那大汗一听 二话不说 爬拳就向曾医砸了过来 曾医往后一退 躲开了这凌厉的一拳 这大汗随即再起一脚 挡在二人中间的桌子 就带着风声 朝曾医的身上撞了过来 曾医一个滑布 这桌子擦着身子飞了过去 然后撞在墙上 轰然散成一堆灵截 曾医眼角一抬 这大汉可是个外加高手啊 那桌子是自己定做的 纯实木的毛损结构 非常结实 非常坚固 没有几百斤的力气 绝对不可能在一拳一脚之间 就被打成这个样子 就见这大汉 右手食指着曾医 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 继续喝道 小子 你最好老老实实的 给我兄弟治好伤 治得好 咱们前面的账一笔勾销 否则 我绝对会让你 后悔自己长了这两只爪子 曾医盯着对方说道 废话少讲 我这里也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随随便便撒野的地方 既然你要算账 咱们就心账旧账一起算 那大汉一捏拳头就冲了上来 你着死 他坐视出拳 却然后猛然一个高梯 直奔曾医脑门而去 就听巴的一声 曾医猛然一拳打出 正好击在对方的脚心 却觉得自己拳头一阵发麻 而对面这人则根本不受这一拳的影响 高梯改做横扫 又冲着曾医的腰间扫了过来 曾医猛吸一口气 身子往后一个急滑 才堪堪躲过这一脚 他低眼细看 才发现对方脚下穿的是高筒军靴 看样子是特制的 鞋底应该加油钢板 这可是特种兵才会使用的军靴 既可以防止脚背铁吉利 陷阱之类的东西刺伤 同时又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十公斤的钢板踢在人的身上 那骨折绝对都是最轻的结果 那大汉目露凶器 连续两次没有得手 虽然有手下留情的成分在内 不过他也看得出来 曾医是练过的 刚刚那一拳 饶是自己穿着军靴 也被震得足根发麻 小子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曾医却回答道 你喜欢以武社人 用拳头说话 那就少啰嗦 我奉陪到底 在说话的同时 他暗中也提起了一口气 这大汉再次攻了上来 左拳一个虚晃 近上身来 右腿再次高高抬起 直踹曾医小腹 这下曾医可就知道虚实了 他伸手一捞 一下就抓住对方的脚踝 右拳直击对方面门 想引对方去护自己的脸面 然后再击胸前 谁想到这大汉 弃面门于不顾 双手猛然前伸 就要给曾医一个雄抱 曾医大惊 对方是外加高手 要这么一抱 还不得把自己的肋骨抱断几根呢 当下他放弃攻击 右腿闪电抬起 一脚跺下 对方左大腿位置 那大汉蹬蹬蹬 蹬时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才站住身子 这个回合 又是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曾医没想到 对方完全是一种 以命换命的打法 差点就被制住 惊骇之鱼 才突然想起 眼前这个大汉 很可能是见过硝烟的军人 这种人 根本就不拿生死当回事啊 这大汉也是暗自心惊啊 对方这一脚 分明留了余地 要是再往下几分 踹在自己的膝盖上 自个这条腿 多半就废了 两人站在那 互视良久 曾医说话了 还要再打吗 这大汉想了一下 手上的拳头慢慢松开了 不打了 你是个硬骨头 就算打赢了你 我兄弟的伤 你也不会治 曾医松了口气 他不想跟这种 不要命的军人打架 这种人虽然霸道 但霸道的有道理 曾医心底里 还是很佩服 这些强悍的军人 在以前游历的时候 曾医也碰到过 一位退下来的军人 曾为祖国 几次出生入死 在退役的时候 只给自己留下一身伤痛 还因为当兵时 受过很残酷的抗药训练 每次伤痛发作 只能咬牙硬扛 因为任何止痛药 麻醉药都对他无效 幸亏遇到增益 否则那伤痛 就要陪伴他一辈子了 曾医也收起架势 现在能讲讲了吧 这大汉知道曾医是什么意思 你肯定也看出来了 没错 前几天就是我这位兄弟 潜入这里偷袭了你 为什么 我们以前有仇 无冤无仇 因为你救了不该救的人 曾医想起来了 你说那个肩膀脱臼的光头 那大汉点点头 我兄弟没想伤你 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给你点教训 没想到拳头不如你的硬 反倒被你打伤了 后面跟着的脸色蜡黄的那个人 有些不服 张嘴想要说话 这大汉一抬手 算了 别说了 我们认哉 说完 他看着曾医又说道 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 我这里向你赔罪 只要你治好我兄弟的伤 你尽管提出条件来好了 曾医指着碎成一堆零件的桌子 桌子帮我修好 没问题 回头就给你买新的 曾医这才走过去 拉开药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瓷瓶 分成六份 三份口服 三份外服 一天一次 三天之后可以痊愈 这大汉很感激的接了过来 还有什么条件吗 曾医摆了摆手 走吧 以后别再干这种事了 否则 早晚有一天 所有的医生都会见死不救的 这大汉脸色一红 他之前光顾着自己的脾气了 倒是没有想这么多 当下就说 记住了 那大汉拿了药 带着那个辣黄脸 汉子就走了 临走只留下一句话 我叫汤卫国 这天傍晚的时候 一辆军卡开到了诊所门口 从上面下来一个中尉 带着几名士兵 抬着一张桌子走了进来 进门就问 哪位是曾大夫 曾义起身招呼 我就是 这名中尉军官 立刻一挥手 把桌子抬进来 摆好 等把桌子放好 这名中尉军官 从上一兜里掏出一千块钱 这张桌子 是汤处长赔给你的 这钱是诊金和药费 如果不够 差多少你就开口 我们再送过来 曾义就知道 这是汤卫国派来的人 他能猜出汤卫国是军人 但没想到 还是现役军人 就说道 桌子和枕金 我都说下了 回去转告你们 唐处长 以前的账 一笔勾销了 这名中尉也不废话 带着士兵 回到军卡上 轰轰地走了 这边的动静 又把陈龙惊动了 他开着警车 赶过来的时候 这军卡早就没赢了 陈龙慌忙跑进诊所来问 曾义 出什么事了 曾义把刚沏好的茶 给陈龙倒了一杯 说道 哈哈 我猜着你也该过来了 没事 一点小误会罢了 已经解决了 陈龙见曾义面色无异 这才放下心 接过茶杯又问 真的没事吗 真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没事就好 曾义又问他 汤卫国这个人 你听说过吗 陈龙想了半天 最后直摇头 不清楚 我对于军方的人和事 一点都摸不到 哦 那就算了 曾义摆了摆手 却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个汤卫国 今天这家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 曾义到卫生厅上班 刚进办公室 冯玉琴的秘书孙燕 就敲门走了进来 曾义起身招呼道 孙秘书你好 这个孙燕二十七岁 剪着一头精练的短发 人长得很漂亮 但可能是跟着铁娘子冯玉琴的缘故 他整个人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曾义跟他也见过好几次了 但一直都不怎么熟 这孙燕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说明来意 冯厅长让你过去一下 现在冯厅长有空 曾义只能跟在孙燕身后 来到了冯玉琴的办公室门口 孙燕敲了两下门 听到里面的回应 就带着曾义推门进去 冯玉琴看到曾义进来 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曾义坐 喝什么茶 随便吧 冯玉琴向着孙秘书吩咐的 去把我的施风龙井 给曾义泡一杯过来 然后孙燕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端着泡好的茶 走了进来 龙井可是出了名的香气浓郁 茶叶在杯中还未完全舒展 香气已是扑鼻而来 增益一文 不由得精神大振 要说天下明茶属龙井 龙井上品在施风 西湖龙井有施龙云跑四个品级 其中以施风龙井为最上品 明前的施风龙井更是上品中的上品 冯玉琴的这个施风龙井 跟市面上卖的又有所不同 应该是专供级别的极品 平常可是很难喝到的 就见着秘书孙燕放下茶杯 又面无表情的出去了 冯玉琴拿起一份方案书问道 这个筹建一家新医院的方案 是你提出来的 是 说说你的理由和具体的想法 首先是出于保健的需要 国内凡是成熟的保健基地 背后都有一家医疗水平高超的大型医院 其中一些医院更是累计建设了很多年 比起协和军医大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是我们现有的这些医疗资源都在浪费着 与其分散闲置 不如集中起来组建一家大的医院 一来能提高保健基地的医疗水平 二来也可以服务地方 甚至实现盈利 保证基地以后的持续运转 如果没有一家高水准的医疗机构做后盾 我们的保健基地也很难和别的地方竞争啊 增益侃侃而谈 一边说一边看着冯玉琴 冯玉琴微微点头 那你再说说 如果这家医院能建起来 保健基地又要如何建设呢 增益淡淡笑着回复道 以医院为中心 在直径30公里内选址 以接待中央首长 国外重要来宾的疗养院为龙头 以医院为龙身 以老干部离退休基地为龙尾 三个地方功能各有不同 彼此互不干扰 但又能满足我们全部的保健需求 一举解决以前的遗留问题 冯玉琴没有说话 坐在椅子里似乎是在思考 增益的这个方案 过了两久他才说 嗯这个方案很不错 有一定的合理性 增益的工作就是提出方案 至于能不能通过 并不是他能决定的 我提出的时候还很空泛 是筹备组一起完善起来的 冯玉琴听了 微微点头 心想 这个增益很不错呀 不贪工 也懂得尊重其他同事 他不再提保健基地的事 而是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 拿出另外一份文件 现在还有一件事 需要你来出出主意 这个文件你先看一下 增益起身过去 接过文件 发现是一份省委办公厅的公文 公文中讲到 下个星期 乔老要到南疆省来 目的是疗养 乔老 原名叫乔文德 曾担任某省的省委书记 在国内是个影响力极大的人物 就听冯玉琴说的 接待方案已经确定了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希望你能从保健专家的角度 再去看一看 找出不足的地方 争取让乔老在南疆住的开心 曾义明白 这个住的开心 意思就是 最好能让乔老住的都不想走 不过他也有些意外 像乔老这种级别的人物 行程一般可都是高度保密的 冯玉琴能把这个告诉自己 显然没把自己当外人 很有可能 还要让自己参与到 乔老在南疆期间的保健工作中去 增一点点头 好 我一定尽力 冯玉琴收回公文 又把他锁到抽屉里 然后吩咐道 回头省接待办的人会和你联系的 曾义告辞 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一下 冯玉琴点点头 突然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我的茶叶在孙秘书那里 你拿一包回去喝吧 谢谢冯阿姨 曾义笑着 顺手一指 自己只喝了一口的那杯茶 这杯我能不能也带走啊 这么好的茶叶不喝太浪费了 现在才算刚刚泡好呢 冯玉琴脸上的笑意更盛 大概是以前从没有人敢跟他这么说话吧 他故作愤怒状 拿在手里像什么话 喝完再走 曾义也不客气 坐在那里 慢条丝里的把茶喝完 这才告辞走了 出门的时候 孙秘书把一包茶叶交到曾义手上 他脸上虽然是毫无表情 心里却是惊诧不已 自己跟冯厅长跟了这么久 可从来没有见他对谁露过笑脸呢 更甭提用刚才那种口气说话 他甚至都怀疑 曾义是不是跟冯厅长有什么血缘关系 这根本就是对自己家孩子讲话的口气呀 曾义回到办公室不久 就接到了省接待办接待处处长 王金柱的电话 说省接待办的车子 已经到了卫生厅楼下 曾义瞄了一眼车牌 就走了过去 笑道 是王处长吧 您好 我是曾义 这王金柱也是暗自色舌呀 早知道方书记新来了一位年轻的保健医生 但没想到会如此年轻 他伸出手热情的说道 曾义家您好 我听很多人提起过你呢 曾义客气着 劳驾王处长亲自跑一趟 实在是惶恐啊 他现在已经熟悉这套毫无营养的套话了 王金柱打了个哈哈就拉开车门 哪里哪里 这倒是应该的嘛 而且也顺路嘛 来曾专家 快请上车呀 您先请 您先请 两人一番推辞 上了车 然后直奔位于城郊的御龙山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 jogo 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